照理说 看出戏 是得给几个银亮的 不过昨晚的戏码 实在太糟了 人家对你关心未至 你却视如必喜 眼里明明对他寒清默默 却又不肯表露心机 实在难看 赏你这朵狼蛊花 毕竟这出戏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别扔啊 这可是你精心 为摘星准备的狼蛊花 但我知道是你 将摘星自生死关头就离 又让追日 来告诉我你的行踪 回想过去的种种 发现许多有趣的疑问 便想来问问你 你一向小心 怎么可能让熟知 你弱点的密探 顺利逃至我方 又透露狼蛊花对你致命 唯一的可能 便是你故意放行的吧 密探的侥幸已不合理 再者 我们能够顺利地得到狼蛊花 和你那天在薄香城 看到蝴蝶被放出之后 难得的妥协 这种种在此刻看来 都格外令人生疑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结论 你根本就是想让马摘星 顺理成章地杀你于薄香 以命还他 一心想要杀你的心愿 汤汤柏王的转变 令人困惑 难以尽性 我不明白 我相信一路上 被你蒙在谷底的马摘星 也很想知道 你不要让他知道 在我心中 始终想对摘星以死相还 但我不得不以博王这个身份 阻止楚亏作恶 当我知道当年皇兄之死 是因为父皇的阴谋之后 我便也下定决心 薄香之战 便是我人生的终点 一是助四弟推翻楚归暴政 二是用命 换马摘星的心 不再受仇恨的禁锢 从此自由 当初马应一案 也没那么简单吧 当初我和叶煞 到奎州城监视马鹰 没想到楚亏背着我给叶煞 直接下了刺杀命令 他为了达到日后 牵制马家军的目的 才留摘星火口 而我被蒙在鼓里 等我得知真相时 为时已晚 你为什么昨晚不说 你让他继续以为 你是一个罪无可恕的恶人 因为叶煞是我的首相 而我是欺骗他感情 让他沦落着痛苦深渊的人 你想让他恨你一辈子吗 这恨 不会太久 我明日便回京 你要回去 战前的叛变之罪 你回去不是找死吗 所以 当他再听闻我的消息 我应该已因叛逃之罪 而死无葬身之地 他心里只会有罪有应得之快感 仇恨 便可就此放下 他日若他知道 马府一案 你从未参与 薄香你为他放弃战斗 姬山你为他舍命相护 你根本就不是他所谓的 无情无义之人 但你已死 他永远都不会快乐 所以 千万不要让他知道真相 我这一生 带给摘青太多不快了 我既然避死无疑 就让真相时辰大害 别让他再受痛苦纠缠 我不想帮你这个忙 太违背我做人的原则了 我只知道这世上 维儿把他幸福快乐 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人 我只能够放在心中第一位的人 除了我 就是你 博香之战 摘青被我救走 金人定会非议我们的关系 你务必要保护好他 不被世人误会 都在你的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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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看不到的雨中 我对他的所有希望 只能托付给你 不为人家 你会逃 不为痛 不能痛 不要做最坚强的手 不为痛 不为痛 不能痛 不要做最坚强的手 不为痛 不为痛 不能痛 不为痛 不能痛 敬的敌人的话 我会交你这个朋友 朋友 这辈子没机会了 我这一生 注定没有朋友 早上好 他早被我打跑了 他可是博王 怎么那么容易会被击败 那要看他在博香 伤得有多重喽 你什么意思啊 你觉得我打不过他 至少不应该看上去毫发无伤 怎么不赶紧处理啊 等你帮我啊 你打算不告而别 那我总得有个交代吧 有劳 我打算不过 怎么了 看到我不开心啊 我知道现在还不明白 博香一战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你所见 郎谷花让博王战场失利 所以当他醒来 发现窥不成军 你有昏迷有迹可乘 所以他掳走你 当做人质 用来要挟我们 我派追日来找你 终于发现了你的行作 事情始末 仅是如此 仅是如此 都怪我不好 在博香战场上坠马 突然失去了意识 要怪就怪 那几日 为战事太过于劳心 咱们回去吧 别让大伙久等 别让大伙伴 走 走了 像困住的野兽 没有自由 下辈子见 马摘星